二战结束后 日本人口为何能迅速恢复制宜 二战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 卷入人数最多的战争 从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开始 至1945年日本的受降一时 六年的时间 近20亿人口被卷入战争 其中约9000万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万亿 在战后 各国的人口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耗 其中 苏联的人口损失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两个人 2660万 我国在整个抗战期间 总伤亡一起高达3500万 这场战争也给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 中国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 更可恨的是 日本战败后并没有对中国做出直接的赔偿 作为二战轴心国的一员 日本也为他战争中的残暴付出了代价 据日本后生劳动省统计 日本在二战期间 军队死亡人数大约210万 其中光太平洋战场上就损失137.5万人 平民死亡约66万 这当中基本来源于美国的空隙同原子弹 二战结束之后 日本国内满目疮痒 男女比例也是严重失调 这时候如若不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恢复人口 那么日本经济就会持续下跌直至崩溃 起初 日本政府为了能够迅速恢复人口 采取了许多办法但效果都微乎其微 反观那时的苏联 人口恢复得相当成功 苏联妇女的生育率大大提高 据说 当年苏联的一位母亲共生下了40个孩子 实在令人诈时了 那么苏联到底采用了哪些办法来恢复人口 日本之后又对人口政策做出了怎样的调整 喜欢历史的朋友不妨给熊大哥免费关注 往期今后视频都不迷路 自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以来 德国几乎调动了欧洲辖区内所有兵力去攻打苏联 同战争初期两月不到就投降的一些西欧国家不同的事 苏联人并不畏惧 他们要直面纳粹的全面入侵 为此 苏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战争结束后 近2600万人失去了生命 经济损失也高达2.6万亿 无数的城镇 工厂 农庄军被宜为了平地 面对巨大的人口损失同严重的经济衰退 苏联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马上恢复人口 之后苏联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当时除了将女子的法定结婚年龄下调到只14岁以外 苏联政府还颁布了一个英雄母亲的制度 意思就是将生育数量和国家融合换供 为生育多的妇女颁发奖章 凭借奖章还能得到额外的补助 由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政府在各地的宣传都非常的有效 人们也都非常的配合 长期以往 苏联的人口便得到了快速的恢复 在那头的日本看到这些政策方法后 便打算一葫芦画瓢 在国内也弄个英雄母亲的制度 谁知国内民众们并不买账 由于国家的体制不同 日本方面号召力和宣传力源源比不上苏联 所以这些方法只好作罢 既然鼓动动员行不通 日本政府转头便描上了苏联下调女性结婚年龄的办法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 他们竟然将法定结婚年龄下调到了13岁 创造了所有国家的下嫌 要知道 13岁还是一个女孩上学的年纪 这时候便拉去结婚生子难免有些太不人道 就算有些女孩生理上能够接受 但在心理层面 13岁的女孩会承受多大的压力呢 无道的日本哪里管得了这么多 为达目的他们各种刷新人们的下嫌 对此 政府方面还特意做出规定 如果女子满13岁还没有嫁人的 那就要缴纳相应的税费 这对于战后普遍评级的日本家庭来说 实在是逼着他们交出女儿 一时之内 无数的中学女生和女大学生们都纷纷辍学 回到家中听从家人的安排 将自己嫁出去 且国家还规定 每个家庭都必须最少生五个孩子 不然也会受到惩罚 在如此强压同极端手段的处理之下 日本战后人口迅速地恢复 1967年 日本人口达到1.01亿 正式突破1亿大关 日本的目的达到了 不过他的这些举措 无疑牺牲掉了当年这些未成年女性的权益 那说到这里 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 既然日本在战争当中损耗了那么多的青少年 那么在战后 即使日本的女性可以早婚早育 那在日本国内 有那么多的男人公其嫁人的吗 其实在当时 日本政府也一度被这个问题所困扰 不过他们很快便想出一个好点子 为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日本招来了许多东南亚劳工 他们被安排到政府的大型项目当中工作 时间一长 这些劳工们便会找个当地女子结婚生子 事实证明 日本用这个办法增添人口非常的有效 最后关于日本人口的恢复 还有着一种坊间说法 据说日本人为了改善民族身材矮小的基因 会找美国人 中国人乃至东南亚其他国家男人借助 虽不能考究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但看着近几年来 日本人的平均身高确实比二战时提高了好几公分 于是更多的人开始思考起来 对此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感谢观看 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